然后也是一直讲的那个,先把概念讲清楚,对吧,然后结合着题,问的是论述,说明,还是比较,然后去想以后面这个总分统的这个结构里面怎么去分,对吧,对吧,然后这条题来看啊,爱博心的话,不论是教材当中还是考题当中就是,就是,哎,各个学校都会看到的题,对吧,教材当中也是会一定会出现的题,对吧,那先去定义,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,然后你这边讲了一下历史,这个理论的历史,还是一个概念的历史,这个概念就是这个爱博心,他最早是有些视频提出的,因为每一个阶段,每一个朝代,每个年代的,他爱博心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,就像古代,就是什么,神仙士族啊,要被,要保护,就是国王啊,皇上啊,就是一死,一死协罪啊,这么什么,但是到咱们现在这个世界, 他的爱博心就不一样了,嗯,所以我把它这个历史阶段时候有没有写,嗯,然后爱博心后面的identity的部分有加吗? 就是个人自我统合的一个归属,为什么?韩国心里的要加一个人,因为那个identity的概念,你回想一下,他最后举了例子说,就是国家民族,也可以放在那个identity,会成为你个人统合的一个,嗯,触点。 就是国家民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